这个东西做一次要吃几年 而且家家户户都要吃 关键是越吃越好吃 越放越纯香 只要你会烧开水就能做成功 两斤黄豆蒸熟后装入大碗中放凉 晾凉后撒上100克小麦粉 一袋酱油专用发酵均粉 戴上手套翻拌至面粉全部裹满豆子 然后装入无油无水的蒸隔 整理平整后盖好放置在温暖处两天 黄豆表面会长满这种黄绿色均丝 说明发酵得很成功 准备一个无油无生水的瓶子 然后把豆子全部装进去 碗中倒入十斤刚烧开的开水 两斤家用的食用盐 把它们搅拌化开 这个是做两斤豆子的量 晾凉后全部倒入瓶子里 盖上盖子温暖处发酵一个月 前一星期每天摇晃一次 这样可以防止长白花 发酵得越久颜色会越深 味道也会越来越纯 当颜色变成这种深褐色后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想吃的时候 用滤网过滤一下就可以食用了 这样酿的酱油颜色漂亮 滴滴醇香 吃起来跟外面有添加剂的完全不一样 而且做法简单成本低 还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喜欢的赶紧做起来吧 终于家立影的赶紧吃着